然後他們長這樣子 然後這位是Avishar 然後這一位是Ariel 然後兩位都是非常棒的朋友這樣子 對,那我們在當天的一城鬼的時候 就是大家好像都反映到 就是各個關注開人議題的設計師好像都反映到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進行開人的設計協作 工程師他們有Github可以去進行非同步的協作 但是設計師好像沒有一個專門為他們設計的一個平台 就是讓他們去進行開人協作 所以感覺好像很多設計師都不知道要怎麼做開人協作 比方說他們可能會問開人是什麼,要怎麼做po request 然後馬上說開人檔案 他們本身根本就不是開人軟體要怎麼做開人協作之類的 就是要怎麼把使用者的研究結果開人出去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有跟剛剛那兩位 這兩位朋友就是有分享這個問題 他們就跟我們分享了他們當時的協作方法 那就是在國外呢,就是國外的開人設計專案很有趣 就是除了他們會用幣碼之外 他們還會還會用就是Github來去記錄所有的設計決策的東西 就是我們才發現說原來Github這種東西其實並不是只能記錄 它其實也是可以記錄很多關於設計決策的東西還有一些設計檔案 對,好,然後就是他們甚至還有把自己的設計資材放在裡面啊 然後就是把研究檔案都放在裡面啊,然後用tag啊 然後小心可以看他們的簡報 這樣子,然後我還有8分鐘 這樣子,然後總之就很爆炸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好,那既然說他們都說可以這樣走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開人設計專案好了 然後我就自己做一個開人設計專案 然後或許GINB可以自己做一個開人的設計系統這樣子 就是我認為大家可以做一個開人設計系統 或許我們可以在GINB也做一個開人設計系統 那就是長這樣子 那現在的東西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Camp Call to Action很簡單 就是呢,想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有關Open Source Design的事情 然後討論可能客行的寫作模式 然後把它記載在Ugo.com上 然後或許我們可以做一個開人的設計系統這樣子 就是我GINB的開人設計系統 然後我們希望這些人類對設計有興趣的碰碰工程師 還有各式各樣的設計師 大概就這樣,感謝大家